大家好,我是吴正宏 这则的教学最主要是要来跟你探讨 如何利用网络行销的趋势创业 那在开始之前,请你准备一支笔一张纸 专注聆听 为什么,你目前看这则的教学 无非是希望透过我能够多了解网络行销的一个趋势来创业,对吗? 准备好了吗? 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相同的问题 想要网络创业却不知从而下手 做完一步呢,却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只能够靠摸索想象 难道自己的事业要建立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下吗? 大家好,我是吴正宏 我是桃园观音人 在台北商专国贸科毕业之后 就从事跟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工作 那由于贸易常常要跟国外做报价 有时候为了赶报价,常常没有办法准时的下班 那有了家庭之后,我觉得没有办法跟工作兼顾 就经由朋友的介绍,转而从事了保险业务的工作 因为保险业务的工作让自己的时间比较弹性 可以兼顾到家庭 但是对自己原本个性内向,不善交际 又没有人脉的人来说 其实做保险业务的工作是非常挑战的 那凭借自己肯学习,愿意改变跟不服输的个性 一做就超过了十年 后来因为自己一直很向往乡乡村的一个生活 在民国97年的时候就向房屋仲介公司买了一笔农地来盖农舍 在买卖农地盖农舍的过程中才了解到 其实房屋仲介业务人员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那我希望借助自己的经验跟对这方面专业的了解 能够协助更多的客户或朋友在未来买卖不动产上面 能够更加的顺利 那我为什么会参加董正荣老师的一对一网络创业辅导呢 其实我是在105年的5月透过YouTube搜寻网络行销 找到董正荣老师的 那为什么会去搜寻网络行销呢 其实由于自己做业务的关系 常常会跟各行各业的客户接触 那常常在聊天的过程中就会听到客户提到 由于大环境的改变 现在的生意都不如以前 再加上很多报章杂志的报道 由于网络科技的一个进步 许多的客户 甚至是他只要有网络不用出门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消费 那让我认为网络行销是一个未然必然的一个趋势 再加上自己做业务的关系 随着年纪跟体力的种种考量 会希望透过网络帮我打造销售的漏洞 因为我们做业务常常要东奔西跑去开发客户 或者是拜访客户 那常常要在拜访的过程中 去对不同的客户讲相同 重复相同的内容 那我一直会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透过网络帮我把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个流程 能够自动化的去找到我所想要的一个精准的客户 在还没有加入董正永老师的一个一对一创业辅导之前 我自己是网络行销的新手 我并没有做过任何网络的行销 那由于过去自己做业务成功的经验 就是学得复制就是成功最大的一个捷径 也是最快的 跟老师免费一对一咨询之后 我才了解老师是目前业界 唯一愿意手把手带领 让我能够有完整的行销策略之外 更有一个网络行销所具备的所有的一个工具 让我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步骤我该做什么 我不必东学一块西学一块 没有办法整合应用 最后我希望透过网络来达成 老师所说的随时随地的赚钱 利人利己的生活 我认为网络创业要成功 必须具备一些正确的心态 首先你一定认同 正确的态度会影响行为 行为会造就不同的结果 那首先你可以先问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网络创业 因为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从无到有的过程 要付出的时间跟心力 绝对不亚于一般的上班族 可是之所以会想要创业 我想我们无非是希望能够透过网络创业 得到更多时间跟财富上的自由 对吗 如果是这样 恰定决心跟付出行动 跟坚持到底是绝对需要的 第二个我认为网络创业 其实更适合一般家庭主妇跟上班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董正龙老师所创立的这套系统 是去代理国外的软体 我们把国外的软体代理下来之后呢 把它的logo更改成自己的 宣称自己就是作者 把英文的销售页翻译成中文 再录制中文的教学 然后这样子撰写文案之后 最后就可以销售 因为它不受限于时间跟工作场所的限制 只要有网络 如果你愿意学习肯改变 持续不断的学中做做中学 自然可以慢慢的累积达到上班族的收入 但是就不用每天赶上下班的时间 做自己时间的主人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 那我认为网络创业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却有95%的人都失败 却只有5%的人成功呢 当然其实成功的关键 最主要在于自己的一个部分之外 是因为现在业界大部分的老师 都只着重在某一个领域 他的课程大部分让你报名之后 你如果是落实的去实践 那中间在执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 你可能在课程上不是遇上过的一个问题 那遇到问题之后 又没有人可以为你解答 就会卡住 那卡住之后 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 这也是大部分人之所以会失败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那董正宏老师所创立的这套系统 在你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都可以有人帮你解答 如果你的英文不行 有英文的小老师 技术不行 有工程师 撰写文案有困难 有顾问师 甚至还有董老师 在最终产品完成之后 又有老师帮你亲自推广 可以让你最快的赚回一些钱 让成功的比率大大的一个提高 那我认为网络创业必须要成功 要具备四个条件 首先就是要有自己的产品 过去所有的其他老师 都会建议你去推荐别人的产品 也就是去做联盟行销 但联盟行销 它的一个游戏规则是决定在别人 由别人来确定 我如果做得很好 他可能说 这个部分不认为是你的业绩 那如果做得不够理想 甚至产品可能最后停售 所以游戏规则都是由别人决定的 你很难去掌控 唯有自己的产品 你才有主控权 有了自己产品之后 你可以有很好的行销策略跟工具 请别人来帮你推广你的一个产品 最后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老师 帮你出不断的 帮你出idea 给你很好的一个行销的策略 跟行销的一个工具 整个做串联 环环相扣 这是成功必备的一些条件 最终我认为要确保网路创业能够成功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成功的模式 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重复做 才能够把这个越做越熟练 最终变成一个获利的一个模式 透过董正龙老师所创立的这套系统 我自己也带领了国外的软体 那这套软体到底可以对你在网路行销上 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 这款软体我把它叫做广告监控网 它是在你做脸书广告的时候 必须具备的一个软体 也就是我们在做打脸书广告的时候 常常会有制作图稿的 跟文案的一个困扰 那这款软体就是可以直接透过监控 你竞争对手他赚钱的广告 直接看到竞争对手他的销售业 找到竞争对手他到底做哪一种广告的效果最好 也可以知道竞争对手到底在销售什么样的产品 跟确定他到底把这些产品销售给谁 又如何销售的 可以省去你因为打广告 要不断的测试摸索的一个时间跟金钱 今天透过这则教学 希望对你在网络创业上面有所启发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于我代理的软体 或有其他任何其他的问题 都欢迎您现在就提出申请 我们一对一网络创业免费的咨询 指明由我来为您做进一步的解答 相信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所改变 唯有改变才会有契机 那现在就提出申请吧 我们线上免费资讯键